水浒中那些朴实乌华的绰号,看似青铜石则王者,有五大猛人,梁山好汉们的绰号很有意思。 有的绰号一看就很虎人,什么母夜叉,打虎将,小霸王等等。 但是这些绰号的所有者,往往猜得很,真正到了打斗的时候,都是送人头的货。 好汉中往往绰号越朴实,实力就越强劲。 一、大刀关圣,关圣,跟洪苗正帝将恩代。 他的老祖宗是汉末的名将汉寿廷侯关羽。 关圣完全继承了老祖宗的容貌和武艺,打仗之余,还喜欢挑灯阅读兵书。 他的武器也和关羽一样,是青龙掩跃刀,正因为如此,他得了一个大刀的绰号。 其实,这个绰号还是蛮俗气的。 梁忠书手下的大将文达,也被人称为大刀。 不过绰号虽然不够生猛,关圣的实力却是实打实的猛。 梁山坡下,他曾经与林冲,秦宁两个虎将大战术时回合不分胜负。 北京城外,他十多个回合就杀得及先锋锁超辅妾,不到五十回合,就生擒了圣水将丹廷归。 关圣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能,就是在几方人员受损的时候,能突然爆发神威,或制服敌将,或将其斩于马下。 在整部书中,关圣很少有败迹。 二,双边忽炎卓,忽炎卓与关圣很相似,他也是将门虎子,北宋明将忽炎暂时他的祖先。 忽炎卓冠时双边,左手的重十二斤,右手重十三斤,有万夫不当之勇,被人称为双边。 虽然有人戏称忽炎卓是平手大师,但不得不承认忽炎卓的打法十分的稳健,持久作战能力强,能连续作战。 他与梁山上的很多高手都有交战,并且是连续作战。 争梁山时,忽炎卓曾经先后与林冲、花蓉、护三娘、孙力大战。 在这样的车轮战下依旧保持不败,忽炎卓的实力可见一斑。 后来,忽炎卓战败跑到了青州,他又先后与二荣山的两位头领鲁至深、杨至交手,依旧处于不败之地。 这样的成绩,梁山上很少有人能做到。 三,双枪将董平,董平是梁山马军五虎中排名最靠后的一位,也是五虎将中人品最差的一个渣男。 与其他四位不同,董平不但武艺高强,还是风月场上的高手,每次出战,他都会极其骚包地,在剑户上插上一面小级英勇双枪将,风流万户后。 董平的擅长使用双枪,有万夫不当之勇。 历来使用双枪的都是猛将,说堂中的老将丁雁平,说月中的陆文龙。 五代时期的王彦章,都是使用双枪的猛将。 董平最出彩的表现,莫过于与张青大战了,当年张青用飞时连败了梁山坡时五位好汉。 唯有董平手持双枪,连续躲过张青的石子,追着张青打。 不过董平只能算是猛将,算不得顶尖高手。 四,花和尚,鲁智深的绰号是花和尚,他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绰号,是因为他的后背上刺满了花秀。 不过这个绰号,听起来可不怎么样,若是不熟悉水浒的人,肯定会认为这鲁智深是一个不守清规戒律的野和尚,甚至与桃色有关。 不过,绰号平平无奇的花和尚,却是一位侠客,一位侠谷柔长的汉子。 他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,帮助精粹恋妇女,摆脱正关系的纠缠,帮助桃花村的刘太公推掉不情愿的婚事,帮助林冲在野株林脱险。 虽然他因为暴打不平,而导致自己的处境一再艰难,但是他依旧不改初心。 鲁智深不仅有菩萨心肠,还有金刚手段。 他的武艺,也是十分了得的。 五,行者武松,小的时候总感觉武松的绰号不够威风,行者两个字,只是一个职业,并不能体现出武松的勇猛。 那时候,总是惋惜礼中把打虎将的绰号占据了。 不过,后来渐渐地想通了,若是武松真的叫了打虎将,反而显得俗气了。 打虎不过是武松众多英勇行为中的一个而已,不能以偏概全。 行者,这两个字虽然低调。 但是小说中以这个为绰号或者名字的都十分的厉害,比如齐天大圣孙悟空。 低调的绰号并不能掩盖武松身上耀眼的光芒,锦阳刚打虎,醉打假门神,斗杀西门庆。 写见鸳鸯楼,大闹飞云谱,人们可能记不住行者,但是都会记得那个,快以恩仇的武儿歌。 在水浒的江湖里,绰号并不代表一切,有的时候高手往往是低调的。 这些看似青铜的绰号,都有着王者的实力。 每日更新,欢迎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的订阅。